所以这次次参加了这个壇上 大家好 我是日本交友协会的代表 我是早田康夫 今天我是以代表 我还代表了东吴铁道的 应援团团队长的身份 然后前来这个地方 台湾鉄道局 そして東武鉄道の有効鉄道関係ができる その席に来られたこと非常に光栄と思ってますし 嬉しく思ってます 那今天呢 我能夠前來台湾鐵路管理局 以及東武鐵道友好協定締結的這個現場呢 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也非常的高興 このジャンパーは赤ですが 赤は情熱 そして熱社長のこれ 後ろにスタッフって書いてあります スタッフ 我現在是不是穿的這件外套呢 他是紅色的 那紅色的字就是代表熱情 而且他身後大概有沒有看到一個很大的一根スタッフ 這個工作人員這一個印字 台湾鉄道局にとっては 東武鉄道との有効関係 これは皆さんの手にとって何番目かの鉄道 日本鉄道の会社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那這次的台湾鐵路管理局 以及東武鐵道友好協定的締結 在台湾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しかし このジャンパーが示した通り 東武鉄道の思いは熱い ここだけは鉄道局の皆さんに知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但是這次呢 有一個地方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 就像我身上穿的這件外套 紅色代表的熱情一樣 我這邊我一定要跟台灣鐵路管理局的各位傳統就是說 這代表了東武鐵道的熱情 是有多麼的熱切 日本の民間鉄道で言うと 東の東、西の近鉄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那在日本的民間的鐵道公司裡面 就是 日方都會 大家都會說 東邊的話是東武 西邊的話是近鉄 両方とも非常に線路が長い 那這兩個鐵道公司的共通點呢 就是他們的路線都非常的長 そして東部は日本の101と言われているスタイツリー それから 実装だけじゃなくてですね バス企業、百貨店、ホテル、あるいは物流 アミューズメントパーク、動物園 全てのものをやっています 那東武鐵道集団呢 他們除了有經營 被稱為東京101的晴空塔 那除此之外 他們還有設列了 像巴士公司 還有百貨公司 還有飯店 還有像娛樂設施 以及動物園等各方面的產業 台湾鉄道局も 鉄道だけでは これから利益を上げているのは 非常に難しくなっていると私は思います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 東武鐵道の持っているノウハウを 色々聞いて 他の台湾駅のように 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を作ったり あらゆる集客をしてですね 利益を上げていかないと 鉄道企業も発展しないと 思っています 那我本身我認為 就是台湾鐵道管理局 可能接下來的話 就是除了在鐵道的事業上 有獲得引力之外呢 那他也會希望是說 如果說今後想要拓展其他的產業 那如同像我們現在在這個 台北車站這個大廳 看到的這個 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 這個地方一樣的 如果說想要發展這樣子的產業的話 也是非常建議是說 可以跟東武鐵道 跟他們領取他們的ノウハウ 然後來開始發展這些事業 那關於這一次台鐵局 日本東武鐵道的友好關係協定呢 以日語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東大關係 東大是日本的一番優秀大學的 発音棚内 那東大呢這個名詞 就是在日本的話 其實它就是日本的第一學府 東京大學的代名詞 那我們剛剛提到東武鐵道的根京社長 其實他就是東大畢業人 非常的聰明 那另外我們台鐵局的局長 中永輝先生的話呢 他的永輝這個名字呢 就是永遠的發亮光明的這個意思 那另外說到東大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在日本的奈良縣 有一個叫做東大寺的地方 那在東大寺裡面 所祭拜的佛祖呢 他的名字叫做皮羅社那 那另外一個名字 大家比較熟悉 叫做大日如來佛 那這個佛祖呢 他其實就是代表光明跟陽光的這個一個神明喔 那就是也是給人們帶來的希望和夢想 那在此呢 那在此呢 那以上是我的致詞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